带着一首神曲 她忐忑地闯入众人的视线 今天逃离舒适圈 她开始倾听生活的声音 我不想被套路套进去 进入丰富的中国唱腔 寻找中国歌曲的灵魂 重庆专访对话音乐家宫妮娜 听她分享从忐忑 到不再忐忑的艺术之路 准备 准备 走 哈 对 好 哈 哈 现在我们先把共鸣枪开一下 第一个老虎 哇 走 哇 凶的 哇 对 我今天在现场感受到了那种氛围 我觉得好多孩子可能都想来听您的大师课呢 在重庆还会扩大一点规模吗 因为现在我刚刚打听了 这是跟碧山合同的 这是跟碧山合同的相关 其实每个区都可以 我觉得每个区的孩子可能都想 所以我们才要编这个教材 要让这个教材在每个区 他们可以 因为我一个人的能力 和精力是有限的 怎么当时想着说来碧山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 就是有一个朋友说 碧山这边开发的特别好 然后他们的 这边的领导班子 也想引进很多艺术家 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跟所有的 就是这个中层干部 这些领导班子 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他们跟着我练气 就像你刚才看我跟孩子们练一样 他们也跟着哈 哈 哈 然后跟着我唱春晓 我就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这样的气氛 然后他们说 你能不能在我们这做点什么事 然后我说我可以做一个少儿合唱团 因为我觉得只有把孩子的教育 尤其是美誉教育 重视了 那么碧山的整体的 它整体的文化艺术会起来 素质会起来 独特的教学法 独特的唱腔 公林娜被大众所熟知 就是因为她的独特 2006年 一曲忐忑横空出世 尽管她的一系列歌曲被媒体封为神曲 但这并不是公林娜的全部 其实您之前是按照非常主流的路子在走的 音乐附中 音乐大学 然后进了明乐团 大家会觉得说 公林娜之前走的是一条非常正统的路子 那为什么到2006年的时候会有忐忑 然后接下来会有金工棒 会有法隘 这样觉得好像有一点民族音乐的影子 但又跟完全 跟民族音乐完全不同的音乐类型出来 原来我们都会按照标准化 比如说你应该上音乐学院 上了学院你就要去拿奖 拿了奖你就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有了工作你就要评职称 评了职称你怎么能够出名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套路 我在这个套路里走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没有个性 但是找个性意味着在正统的路里走可能就是舒适安全 对啊 个性就会意味着不确定 安全感就必然会带来多性 创造力就一定不能有巨大的安全感 就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所做的这些大家能不能认可 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你才有创造力 但是那个时候不担心说这样的作品做出来 市场不接受观众不买单吗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找个性 是为了找自己的声音 是为了找到独一无二的这种创造力 属于自己的创造力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观众 就是说第一目的不是为了他观众理不理解我 我当然会很在意观众 比如说如果我唱完我会问观众 观众说我听不懂 我说那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挺舒服的 我说那就是懂 为什么懂是脑子呢 共鸣是心理 是一种感觉 并不是你的脑子 我就一缩烟雨 我穿着这个韧韧声 我这一生就穷了 怎么了 我有骨气 成功不是有大房子 不是有钱 不是别人认为你好 成功是我什么都不怕 今天我看到哈 您在教孩子 这个教他们乐理 教他们如何唱歌 但是我发现了 你也在教他们如何做人 如何对待人生 这不是你的工作 你完全可以只教他们音乐就好了 当我现在开始唱古诗词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这个苏东坡的一缩烟雨任平一声 或者唱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夕 都会背 但是你没有感觉只是死尽一背 可是我一唱 我经常都满面泪水 就是你突然会进入到圣人的精神中 不是仅仅是语言上的技巧 或者仅仅是一种美感 它更多是教你怎么做人 唱古诗词就是学做人 我作为成年人 我现场是get到了 但是小朋友们 会不会担心这个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有没有担心他们 可能无法体会其中的那样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古诗词背就不懂 但唱你就会有共鸣 为什么呢 因为唱起来是有腔和韵的 背起来 你看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它一个字就完了 但是你唱的时候 床前明月光 那一个光真的就一束光照下来 然后用美感来激荡你的心灵 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人了 其实这些年 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事的时候 都是圣贤精神 就是古诗词里的这些精神 他帮我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 然后我也多跟你学习好不好 从2010年开始 成名后的龚琳娜跳出舒适圈 开始了一场声音行动 她把音乐的根扎进生活 扎进土地 云南 海南 贵州 名歌 小调 戏曲 她向那些散落民间的艺人请教 收集 记录 整理 那些丰富的中国唱腔和中国声音 刚开始就是为了自己的艺术 后来发现我说的需要教学法 还可以一边自己研究的时候把它变成书 会有更多的人他们不用去采封 他们也可以学到这种声音 跟你一样的艺术家有这样做的吗 少吧 很少 为什么大家不去呢 你要去呢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可能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根 如果我不去采封 没有学到新东西 没有根基 我觉得我老在舞台上释放的时候 它就变得越来越没有灵魂 所以您觉得中国歌灵魂在哪里 音色和韵味 音色比如说西方的 我们来说美声唱法 就是意大利的这种歌剧唱法 它是高音 中音 低音 而我们中国不是 我们是按行当来划分 对吧 戏曲里面花弹 比较跳皮的声音是这样 老弹它沉下来 老人嘛 它的力量都在下面 然后它不同年龄 它就有不同的音色 所以音色代表着中国音乐巨大的宝藏 就是丰富的音色 第二呢 最重要的就是韵 韵是跟我们的语言有关的 而西方 比如说我知道的德语 Ich liebe dich 我爱你 Ich liebe dich 它特别特别清楚 它没有 他没有那个韵 对 它没有那个韵 知道吧 所以 那么它的歌 它的旋律 肯定跟我们的就不一样 还有中国音乐的韵 就这种上去 下来这个 比如说邓丽君小姐 就唱得特别好 她的小城故事多 一转弯你就很舒服 你听就中国味了 所以音色和韵味 我觉得就是 是中国音乐的核心 您走了一个 就是跟大多数的名乐人 不同的路嘛 然后成功了 您觉得这是一个偶然 还是说是一个必然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必然 因为任何事 都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 机遇的 我出生在一个 有互联网的时代 因为有了互联网 才有了忐忑 有了忐忑是大家选出来的 我不是光为了工作和活的人 我一定要自己活得幸福 因为我不幸福 我的歌声里怎么会有幸福 如果我不健康 我的歌声里也没有能量 所以我的爱人 必须是我爱的 我的孩子必须是我 全心全意去照顾的 我的父母 我必须是要孝顺的 就是我先找到自己的 是幸福和快乐 就我自己这个生命能量 我这朵花 我这棵树 要长得特别蓬勃 所以首先应该自己好 所以您觉得 音乐的根基是生活 特别重要 艺术的就是来源于生活 必须要有土地和生活 不须来说 如果你感觉到我们自己的健康 就是他们在学院 那就最好 你但是我还能够 我对这个社会 还能够 Soci par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